燈不點不亮,話不說不明,蛇根越繳越回味啊,陪著豆子哥聊到天荒地老,越越越美麗哦,來來囉,老王睡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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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閉嘴啊,你,剛剛可以不要閉嘴,哎,歡迎老王,你好啊,哎呀,豆子哥好,各位晚上睡不著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所以你剛剛是用同情的眼光看著我就對了,我哪可能用同情的眼光看著我就對了,我哪可能用同情的眼光看著我就對了? 同情的眼光啊,我只是感覺你今天走路有點異樣,對啊,有一點點這種感覺啊,對,不知道的人會以為他得了甩牙症,了解他的人就會以為他可能痛風又犯了,哎呀,OK啦,我跟他,我跟老王夠好是可以這樣虧啦,OK啦,對啊,好朋友就是要互弄,互弄便有力嘛,是不是?對啊,但也因為這樣透露了一下,我們今天豆子哥身體微樣,其實沒有 那個應該不算微樣吧,好,應該這樣說,就是因為之前那個疫情的關係,不是什麼運動中心啊,健身房啊,都關了 哎,其實到後半段,其實健身房他們都已經開了,只是因為要戴口罩運動,我不習慣,所以我就一直沒有回去運動 因為戴口罩會喘,喘不過氣很喘,我真的昨天,昨天回去運動之後,我就發現,你們這些戴口罩運動一段時間的人,你們到底怎麼撐完一節課的? 好厲害喔,我大概戴口罩不到大概十分鐘吧,我就立馬把口罩脫下來,但還好好不好,就是我昨天去運動的時候已經是開放室內運動可以脫口罩的時候 我們豆子哥絕對不違法,他絕對是奉公守法的好國民 我不違法,我只是亂記而已,沒有啦,沒有,沒有,不可能,拜託,你晚上走路都吹哨哨的,你怕得要死,膽小鬼 對啊,所以就說太久沒運動,然後突然運動,然後今天就呈現一種鐵腿的狀態 對,跟您報告到這邊這樣,您最近還有持續保持運動的習慣嗎? 只要我活著,心臟就在跳,有心臟就在跳,就是在運動啊 謝謝,懶人的說法就是這樣啊 討不討人厭 好的,這是每個月呢,我跟老王都會報告一次我們彼此互相的近況 那這個,今天老王呢,有一些話,有一些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不如我們就先在這邊暫停一下下,我們下一段節目回來,來好好的跟大家聊聊 到底你有什麼心理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 花心掏廢囉 好,稍微回來老王碎碎唸 我說一個月見一次面臨人來就好 我就已經很開心了,你帶什麼禮物來啊? 唉呦,三不五十來 我們有不熟到這種程度是不是? 所以是不熟的人才送禮喔? 不熟就是要送禮然後拉近距離不是嗎? 那我開車出門要載好大一堆火 路上都是陌生的朋友都要來送禮喔 謝謝你啦,對不對? 對 王大哥今天送我什麼東西呢? 他送我一罐這個極為珍貴的蜂蜜喔 唉呦,不能說極為珍貴的蜂蜜 它就是個蜂蜜而已嘛,唉呦 你有幫忙 我想說你自己也禁不多 你才禁六罐對不對? 沒有,自己想吃嘴餐 怎麼會突然想吃蜂蜜呢? 沒有,唉蜂蜜可以清廢耶 到時候 對不對,大家用愛發電的時候 要清廢一下,不然怎麼辦啊 你幹嘛硬是講到用愛發電這件事情 對,但最近是不是有關這一方面的話題又在燒了對不對? 對啊,不是有什麼四大公投嗎? 下個月的事是不是? 12月18號 OKOK 對啊 1218 好啦好啦 蜂蜜其實最主要是要今天帶一個梗給我們的豆子哥 但他是真的有帶蜂蜜給我啦 他不只是帶梗而已 他是真的有帶一罐蜂蜜給我 謝謝老王 謝謝老王 唉呦 蜂蜜帶了什麼梗呢? 沒有啦,其實你有沒有發現豆子哥 我跟你在一起每次壓力都很大 為什麼? 因為你是型男啊 我不是,我不是 但是我從來都不是,我是阿吐蜜好不好 你是型男啊 那我又有胡渣,簡稱渣男啊 差這麼多 我最近也是渣男 因為戴口罩就懶得刮鬍子啊 對啊 然後經常聽到一句話叫什麼 人帥心運好,人醜性騷擾 我的媽呀 我以為說只有人類會這樣子 結果沒有耶 怎麼了? 我們的動物生物界也有耶 怎麼了? 你發現了什麼嗎? 你去想一個動物 昆蟲啊 昆蟲 蜜蜂 蜜蜂 哦 蜜蜂 蜜蜂跟蒼蠅 對 怎麼了? 你看到蜜蜂你會不會感覺好可愛 呃 對啦 而且蜜蜂它有產質啊 可以有蜂蜜啊 那你看到蒼蠅會不會覺得很討厭 就一坨大便不是嗎 對,但是你知道很可愛很漂亮很美麗的蜜蜂 它有殺人蜂耶 還有虎頭蜂 虎頭蜂耶 它會叮你遮你耶 那猴形那好像不會 猴形那就是在那邊很煩而已啊 所以我們結論就是漂亮美麗可愛的都會讓你受傷 你認真這樣 你確定要這樣講是不是 假的啦 對 就是外貌的時候可能會讓人家很多誤判 但是呢 有一件事情會因為這個外貌底下的另外一個東西造成大家的誤解 昆蟲的嘔吐物你敢不敢吃 當然不敢啊 拜託 你在吃耶 為什麼 蜜蜂的蜂蜜 它就是蜜蜂的嘔吐物 我今天就送了一個昆蟲的嘔吐物給你 你對我好好喔 你送嘔吐物給我 還有燕窩對不對 對 燕窩聽說是口水 是 那個猴形啊 在你的便當盒上面繞兩圈你就不愛吃 但他其實也不一定有沾到 搞不好沒沾到 他就在上面繞而已 所以你不覺得 什麼意思 人類對很多事情的看法 會因為教育會造成方向完全不一樣 教育跟刻板印象的 對 你想到一個蜂蜜蜜蜂的時候 你就變成是好可愛的東西 你想到蒼蜜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一個大大那個東西 對 所以就覺得原來我們的教育會把 或許原來都是公平一比一的東西 但是因為教育會造成我們走偏峰 走到比較偏激的方向去 了解了解 沒有我剛剛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教育會讓人家改變原來是平等的東西 那你必須要像老王這樣能夠看穿 你就會覺得 蒼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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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政府亂搞我們還可以公投 等等等等 罷免那件事情呢叫做季候賽 哈哈哈哈 我這樣說應該沒錯吧 有有有有有 公投呢叫做會外賽 哎呦 還有內插外插嗎 以後就看看會不會內插外插 哇太好玩了 所以下個月咱們即將要迎來的是會外賽 會外賽 對不對 這會外賽的幾個議題啊 四個是不是 對有哪四個啊我想一下 一個是 核四 核四 重啟嘛 對不對 一個是公投綁大選 然後還有一個是三階段的 藻礁對不對 對對 三階 護藻礁 然後還有反萊豬的事情 我發現有一些議題是創作出來的 以前我記得台灣因為選舉太多 所以有一派的人士就說我們可不可以把選舉變少 我們就跟他綁在一起 所以就立法通過了綁起來 然後針對選舉可能對他們比較有利所以就綁了 然後後來又發現選舉綁在一起投票率太高 對他們可能不好 又拆開了 是是是 結果就造成很多資源上面的浪費 比方說大家都知道我們路邊經常挖馬路 就是沒有協調好嗎 一年就挖一次就好了嗎 每兩個月就在挖一次路就一直鋪了 對不對你已經知道要幹嘛的你就好好弄 一年弄一次就好 你不要一年搞個四五次 是是是 大家現在這一次就開始想要去公同綁大選的公投 這個我倒覺得可以 假如我們約了節省開銷 避免鋪髒浪費 我覺得整病在一起還真不錯 一次都弄好就好了對不對 就忙就忙這一天就好 你不要再忙那麼久的時間 然後現在更好玩呢 那個什麼反萊豬 現在變成是反美 反美豬 然後想要連結到反美 我覺得這些政客真是把我們國民當小學妹畢業嗎 反萊豬就是萊豬他後面沒有標示哪個國家 那至於現在是哪個國家進口 那他要扛那個責任 那你是執政黨他扛的 又不是我們老百姓他扛的 所以反萊豬就是反萊豬 據我所知好像這個咱們進口的萊豬還不是只有美國而已 對日後只要開放以後 含萊特多巴胺的豬汁都可以進來 那當然很多朋友就會說 那以前國民黨怎麼可以開放有萊牛呢 對啊 那我跟各位聊一下這個萊牛的事件 我們先講一講我們台灣的飲食習慣 台灣人多吃豬還是多吃牛 好像吃豬肉的人口比較多 多很多 我們以實際上的豬汁的吃掉豬汁的重量來看 他吃掉豬汁的重量是牛的七倍 所以牛比豬是一比七就對了 一比七 然後台灣養牛的多還是養肉豬的多 豬嘛 多好多啊 你們經常聽到豬在家裡沒聽到牛在嗡 所以當時國民黨那個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也是受到了國際壓力 特別是美國的壓力要求開放 所以他就這個切切那個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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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後面 只開放了牛肉 那其他的內臟圖體那些有的都不行 就只能開放牛肉 有海克伯班的許可值 就這樣 那結果民進黨在同樣的壓力下 全面開放 你講話小心一點 真的嗎 你真的可以減掉嗎 然後呢 他現在只要含萊克多巴胺的豬也一樣可以進來 但是你知道萊克多巴胺的豬 因為台灣人吃豬肉比較多 所以比較容易被吸收到 然後我們養豬 影響的人會比較多一些些 吃的人比較多 養的人也很多 那你開放進口以後 那台灣的本土豬怎麼辦 OK 那當然最好的情況下就不要進口 我們的政府是選擇了第二好的方法 就進口以後我們去標示 我們鼓勵大家誠實標示台灣豬 再來那個藻礁 藻礁跟核四其實是同一個議題 對 其實這兩個都跟能源有關係 對 核四沒廢掉就不會有藻礁的問題 核四假如還存在就沒有藻礁的問題 我換個方式講好不好 就假如什麼 最近大家在講說 你不核四的話 你核二核三研議嗎 啊 你懂的意思嗎 這也是一個這也是一個方式 對對對 但是畢竟核一核二核三 他的年歲比較重 你家裡有一台新車 你一直開個二十年的老車是 我提出我的疑問而已嗎 很好嗎 我沒有說不行啊 有新車開新車 把新車當老爺車放著顧嗎 來我們想一個畫面 我想到核能 你想到什麼畫面 可能很多人現在講到核能 都會想到核災吧 對 那個爆炸的畫面 死傷慘重的畫面 殉狀語音對不對 好可怕 那是核彈 我誤會了是不是 很多人都誤會 對不起 奇怪 然後明明那就是核彈 你把核電長當核彈 對不起 對不起 OK好 所以說這是很多人現在對於這個核能發電 可能會有的一些既定的印象 對 就當然我剛剛講的 大家把蜜蜂 覺得好可愛 好甜 就是這樣 就既定一下 是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析 解構一下事實的情況 就是 最近的一個核子事變 就是311的地震 對 日本311地震 是因為那一次才造成福島核災嗎 對不對 對 它有前因後果的 那滿嚴重的嗎 好嚴重喔 311事件喔 總共死了一萬八千人 結果呢 因為核子輻射造成死亡的一人 那其他的一萬多人呢 海嘯淹死的 跟地震砸死的啊 所以說其實主要的傷亡 是因為地震所引起的海嘯的關係 所以大家假的 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Google一下 就是311日本地震海嘯 還有核子災害的情況 然後他們會把傷亡的數字 都統計好 是什麼原因過往的 是是是 所以你發現只有一個 是有關於核輻射造成的 OK 然後大家也知道說 那我們假的不用核能發電的話 我們大概也只能用 比較穩定的能源來源就是燃燒 不管是燃燒煤燃燒氣燃燒油 因為風力發電有可能沒風 太陽能發電可能天黑 沒太陽 水力發電可能不下雨 你能夠持續能夠有 有電力的供給的 大概就只有火力發電 我國現在的能源政策 是以什麼為主 綠能發電為主嗎 現在想要往那個方向走 那個配比 聽說日後要到50%的時候 那壓力真的很大 OK 好了 那大家知道燃煤燃油燃氣 這些發電會有很多的懸浮物 那會造成很多的肺腺癌 肺炎或是肺部腫瘤這些事情 那我提供一個數字 我們先把剛剛311那個核災死亡的 一個人那個數字看一下 再來看看我們民國109年 就是去年 我們國人的十大十一裡面 癌症死亡的人數是全台灣死亡第一個 OK 裡面總共因為癌症裡面是肺腺癌的 肺水腫的還有我們肺炎過往的 裡面竟然高達2萬2千人 肺部病變 2萬多人這樣 對 那這些資料大家也可以去Google去找到 也就是說 假設今天我們決定了我們的能源 是以燃燒為主的能源來源 那我們面對的就是每年2萬2千人的死亡 那你願意扛多久 其實說真的有些時候真的是天平的兩端 很多人都覺得說核能發電就真的會有一些既定的風險 他們認為的既定風險 然後你不用核能發電如果用現在的這些發電的 譬如說燃煤這些的 那又要承受國人可能肺部健康的風險 所以說到底哪一個取決好 數字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過去這20年台灣的核子設備造成的核災死亡0 但是我們過去這20年 因為肺腺癌肺部病變死亡的國人 大概已經超過20幾萬人 那國人假如願意相信科學 我們也知道科學的眼鏡 會把人類帶到相對好的位置 那再換個比方好了 大家現在出門都開車做交通工具 但是你知道交通工具一年造成的死亡有多少人 6000人左右 這麼高比例的 5000到6000 可是我們不會因為就是說 你開車可能會因為車禍你也不開車吧 對不對 是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面對的事情是 或許事情它有一好沒兩好 但是它的好可能可以彌補 這件事情沒有發生的不好 了解 OK 是是是所以說啊 就是這個這個道理 其實就好像我們常常講說 啊你聽到哪個社會新聞說瓦斯爆炸這樣子 可是我們就是每天洗澡都要用到瓦斯 不然你燒炭喔 煮菜要用到瓦斯 對不對 你不可能不用瓦斯吧 對不對 菜刀可能會拿來殺人 也可能來做Sashimi啊 對 但是你總不能不用菜刀吧 就充分了解完了以後 我們才能夠下決定 而不是在盲從的情況下去下決定 人家說家裡面是不是 家裡面不是講道理的地方 我們很清楚 因為家裡面滿滿的是愛跟關懷 家裡面比較重感情 對 但是在國家裡面 你絕對一個執政者 你不能把國家當你家 去騷動那一些情緒的事情 我們應該相對的理性去講一些道理 這麼民主的一個社會 要懂得去好好的靜下心來停看廳 是鐵路平敲道嗎 去停看廳正反不一樣的意見 那你也知道就是台灣現在的媒體 可能每一個媒體都有所謂的立場 其實我蠻建議大家 就是說你不要只看專注一個台 沒錯 你可能多多去觀察不同立場的 這一些言論 那或許你會看到 就是經過你自己的分析之後 會看到事情的縱觀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 不要被單一的一個什麼風向的人 然後牽著鼻子走 那你也不是一個多高明的人 是的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今天老王講這些呢 也算上是語重心長 提供大家參考 未必是對的 但是希望大家能夠靜下來去思考一下 對 核子發電 它不等於核彈 就像我剛才對不對 迅壯雲都出來 你想到那些畫面 你當然會害怕 但是你去想想 天然災害造成的損傷 跟我們能源需求上面的平衡 你要的是相對的穩定 還是你看眼睛現在目前看不到的風險 但是你明明就知道燃燒的能源提供 會造成很多我們國人的 立即的健康 對 的問題這樣的 所以說呢 這些問題呢 或許現在在聽節目的你呢 也可以好好的來思考一下 今天老王很語重心長跟大家分析一些事情 那我再次強調 其實我們的說法看法不一定是全然正確的 然後大家也可以有不一樣的意見來討論 對 這才是民主社會該有的 就是我尊重你的意見 但是我自己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沒錯 對不對 好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生氣喔 不會不會 我覺得我們的聽眾水準都很高的 我希望是啦 畢竟主持人水準就不是很高 我哪有水準超高的好不好 哎呦這怎麼好意思呢 對就是實話 哎呦我們以後都不要參加任何的比賽 我們當無冕王 不要這樣 好最後呢 老王有一句什麼樣的話 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 嗯我們常聽到一句話就是 春根夏雲秋收冬長 是春夏秋冬 他的時序會因為你的人生 不斷的來回每年的來回 你自己會有感覺 但人生這一場戲喔 他就一條方向 他沒辦法回頭 所以生老病死 他排的那個順序好像大家都只能走一趟 沒有辦法像一年春夏秋冬的輪迴 所以當人生只有一趟的時候 請問你要如何獲得知識 你不能靠自己的經驗啊 因為你就只有那一次 所以你必須要去問 去念書 拿歷史來看看 拿別人的經驗來看看 或許你在這個看歷史的過程 跟別人問答的過程裡面 你可以學到你原來要付出慘痛代價的經驗 OK 之前有一個新聞節目的slogan嗎 經驗必須記取 歷史不能忘記 沒那麼硬啦 但是事實上其實是啦對不對 就很多東西的學習 是這個樣子而來的 沒錯 不然的話大家去查一個字 欸叫做 死亡的死 死這個字齁 他的音就只有他一個字 死喔 好像是齁對不對 對因為命只有一條 死也有一回 你今天節目就到這邊不好意思 這樣你也能想得到 真的是啊 唉呦好啦 再次謝謝王振傑老王謝謝你 還有謝謝我們豆哥還有聽眾朋友 我喜歡103 我喜歡Radio